今天我們要來示範的是怎麼樣子下載和使用 SWI Prolog 這一個Prolog的開發軟體 那我們可以從StableRelease這邊來下載 這邊有一個在Windows NT 這是我們需要的 好 那我們按儲存 好 那選擇下載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OK 它正在下載 那檔案不算很大 9.8MAY 稍微等一下 那我們所下載的網站是這個SWI Prolog.org 那會下載一個W32P1626 這個PL626這個執行檔 那當然每一個版本它的執行檔名會不一樣 好 那我現在按確定執行 好 會出現一個同意畫面 然後呢 我們就選擇預設安裝 都按下一步 好 那預設會安裝在Programfile 我們就預設 採用預設的 那Prolog的副檔名是.pl 點pl 好 那這樣子就安裝完了 可以看一下 readme 那這是SWI Prolog for ms window 那怎麼樣使用呢 怎麼樣子使用介紹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從 它叫SWI PL win.ese 從啟動功能表裡面 就可以看到了 然後 副檔名是PL 然後呢 可以用這個 來做命令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安裝完之後 有SWI Prolog 確實有 安裝完之後 有SWI Prolog 那這邊呢 有website readme 這邊有一個Prolog 我們把它打開 那一開始的話 是像這樣 我們照著它的方式 來操作一下看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先載入這一個 它有一個demo檔 edit paste ok 好 這樣子它載入了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問它 like s ok 它會說 s等於到 然後呢 再按這個分號的話呢 它會再出下一個 ok 一直按分號 按到結束為止 這樣子 好 再來 來 這樣我們可以執行了 所以接下來呢 命令列上面這些的功能 都有介紹 然後怎麼樣編輯一個Prolog的程式 然後呢 怎麼樣和C介面 OK 然後 安裝的時候注意事項 好 那這是 這一個 SWI Prolog for MS Windows 的說明 和我們執行的結果 那這是 現在一個 比較常被使用的Prolog開發環境 那如果你想用Prolog的話 就可以 下載SWI Prolog來試試看